然后从那之后我每个都没有超过七个月 所以七是一个魔咒 对人家七年我是七个月 就七个月之内都很容易看到一些弊病 其实说不够挨干净 但难免在某些时刻还是会有一些比较 是跟那个男生比较觉得 你既然又没有他浪漫 然后又有这些小习性 是我觉得不OK的 就会分手 比如说男生的生活习惯 我很在意 然后比如说男生爱打电动 就是这样讲一讲 会不会真的就没人在 我还要讲吗 他基本上不会说别人坏话 然后你知道我兴趣就是讲别人坏话 我真的好喜欢讲别人坏话 可是如果你在讲别人坏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希望说 他就会说对他就是个贱人 可以播吗 但是你知道他就不会在你旁边说 他就是个贱人 那他会讲什么 他可能就会说其实他也没那么坏 是不是会更生气 就是这种 他一直想改变你 对而且因为我也不是一个自律的人 比如说我不会早起坐瑜伽 OK 但是他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自律的人 就是每天早睡早起身体好 所有那种健康教育课本里面 说隔壁大哥哥每天早上会起来喝牛奶 那种就是他本人 你们两个反差很大 对 对